小小房间里一张简单的行军床 外加草席跟睡袋 旁边还有一张办公桌 跟花博员工一样 台北市长郝龙斌打算睡在这里 跟同志们一起同甘共苦 台风的来临 我们正好对我们所有花博 所有的展馆 所有的植栽 所有相关的设施 以及部展的设备 做一个最清楚的检验 在刚结束内湖康宁抽水站视察行程 市长郝龙斌又马不停蹄赶到中山足球场 花博应变中心指挥坐镇 监视监控系统 反而比台风来势汹汹 郝龙斌可一点都不敢怠慢 就怕花博场馆受到损害 不过这个举动却被民进党阵营指批作秀 郝市长则出面赶紧澄清 今天我们已经特别查过 就是今天的风雨不大 就是所以而且我来之前 我先到了我们应变中心了解整个的状况 同时我请副市长在应变中心驻守 我跟他保持密切联系 台风来袭 大家眼镇以待 郝龙斌的市府团队努力拼花博 也期盼老天爷帮忙 不要让法纳比对花博造成太大的伤害 中文新闻李东一 陈嘉明 林波于台北采访报道 二 二 六 五 五